龙鼻或者鼻子重建方面 我们比较少用到大体的骨头 基本上我们用的是大体的软骨 目前一体肋软骨 我们大概来自于这个往生者 因为要捐赠出来 所以我们会取用它的肋软骨部分 所谓大体的骨头就是人往生以后 我们把它的骨头取下来 用高剂量的这个放射去 让它失去这个细胞的活训 然后再植入人体 一般来讲在骨科一些肿瘤方面是有在应用 但是如果做在龙鼻或者鼻子重建方面 我们比较少用到大体的骨头 基本上我们用的是大体的软骨 所以有时候在网路上有一些 比较不正确的讯息就是说 它直接就说它的鼻子是用大体的骨头 来做龙鼻的手术 其实是应该说大体的软骨 那当然你就是分三大类 第一个你是从你自己身体的部分 我们就说是肢体 肢体软骨的来源 有耳朵的耳软骨 鼻中隔的软骨 还有现在比较夯的所谓的肢体肋软骨 你就取自肋骨与胸骨之间的肋软骨 来做龙鼻和鼻掉的材料 另外就说液体 那液体的话我们还是使用这所谓的这个人体 往生以后的从它身上取下的不管是筋膜 针皮或是肋然骨来做材料 那接下来就所谓的甲体 甲体就完全是使用这个比如说像矽胶啦 Gortex啦 这些人工制造出来的材料 作为龙鼻的材料 就分这三大部分 液体活体移植和液体 经过放射线照射以后它并没有细胞的特性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使用做龙鼻鼻掉的这个液体材料 是不需要做这个抽血检验 一些抗体的试验来才能实行 如果是自体的材料的话 不管是自体真皮 自体筋膜 甚至自体脂肪 自体肋软骨 基本上没有排斥的问题 一般来讲 我们要克服的大概是所谓的感染问题 感染率大概有0.5%左右 不管你只用自体液体或者是甲体 在鼻子方面 因为它的血液循环很丰富 所以它的感染率大概都是不会很高 当然还是以自体组织为最好 那至于释放甲体部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甲膜乱缩 人体它发现你这个东西是甲体 不是自己的组织的时候 它会把它包覆起来 那它包覆起来的力量 每一个人不一样 当它包覆的力量太大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 这个甲体的形状 或者说甲体会因此而变形 一般来讲 自体的材料 在龙鼻来讲 都是比较优先选择的 但是因为是美容手术 所以有些人他不希望做 其他除了鼻子以外的伤疤 或者恢复期这些东西 所以他会在选择材料方面 他会选择不是自己 自体的 那一般来讲 对于抵抗细菌的能力 还是以自体的组织会比较好 它的感染率比较降低 或者说它发生感染的时候 比较容易处理 那至于液体和甲体的部分 如果发生感染的时候 可能就要先做取出的动作 所以优缺点方面 我们还是主张能够 尽量地用自体的组织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在于 鼻背的部分 那鼻背的部分由于 自体组织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它有吸收的问题 那它吸收的比率因人而异 所以我们在跟患者沟通的时候 我们会告诉它有这个吸收的问题 所以你刚刚提到说 这个优缺点的时候 在液体甲体的部分 它就没有吸收的问题 所以你比如说它 垫高鼻子0.5公分的话 它就是增加0.5公分 但是你使用自体的组织的时候 你可能要多垫一点 才能达到0.5公分的效果 这个部分是有点不确定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鼻背的部分 还是会使用甲体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们是会以为支撑度就是我们使用材料的硬度 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我们在做龙鼻手术的时候 所谓的支撑度还要看你这个皮肤的张力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的优先选择都是选择自体的组织 那有支撑度的当然是耳朵的软骨啦 比重隔软骨或者是自体肋软骨 但是因为自体的东西 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存活 会有被吸收的问题 所以它在龙完鼻以后 支撑度会有点减弱 那至于液体的时候 它当然因为没有吸收的问题 它支撑度会很好 但是问题就是说 它不会被吸收 它如果支撑度 它的张力太大的时候 我们会有突出的危险 因此我们不希望用甲体 来做支撑的动作 我们希望用自体 但是这个支撑度 会随着时间会减弱一点点 至于费用的部分 那当然以这个液体组织 液体肋软骨是最贵的 或者是液体生皮液体筋膜 因为它需要一些配合 比如说往生者要去把它取出来 然后又做处理 所以它的费用是最贵的 那甲体的话就赤脂 那自体热软骨 自体的组织 因为还要多一个步骤 去取用 所以它的价格 就是会落在两者之间 一般来讲 我们取热软骨的时候 我们不取左边 因为我们心脏带左边 我们就取右边 那右边呢 我们取第五根到第七根 那第七根是最直最长的 所以你如果是全脂肋 或者说你笔背 是需要用热软骨来做的话 它就会取第七根 那如果你是半脂肋 或者你就可以取第五根 第五根的话 它可以藏在乳膀下面 对一些女性是比较好的 那第七根的话 它的疤痕会落在腹部 但是一般来讲 我们现在取用热软骨的技术越来越好 以往取用热软骨的时候 我们是把整根热软骨取用下来 现在我们改进了手术的方式 凹槽式的 只能我们等于把它拿一半 那你把整根的热软骨拿掉以后 每次我们呼吸的时候 就会疼痛 所以这个疼痛度会延长到好几个月 所以我们现在改良这种方法 我们拿半片的 让这个热骨和热软骨 所形成的这个完整性 维持住的时候 我们在呼吸的时候 就不会感到疼痛 术后会比较舒服 有了这样子的方式 减少患者术后疼痛以后 取用热软骨这个技术 不再像以前一样 那样的复杂 那样的严重 让觉得患者觉得 我做一个鼻雕手术 要忍受一些不必要的疼痛和恢复 会比较抗拒 事实上我从医那么多年来 这个伦鼻大观念 其实有一点点改变跟不一样 以前大家都追寻自然 不要让人家看出来 但现在有些族群 他认为说 甚至假假的 他也无所谓 所以我们在面对客人之后 每一个地方都要沟通很清楚 有些人他喜欢翘翘的鼻子 有些人他喜欢比较长一点的鼻子 有一点点阴勾也没有关系 尤其隆鼻手术 有很多很多的步骤 所以我们必须根据客人 他自己客资化量身定做的意思 一样 那至于选用材料的部分 我们就主张 需要张力支撑的地方 我们尽量鼓励他使用字体热软骨 耳朵软骨去支撑 那至于比较不需要支撑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用甲体去做 比如说鼻背上的增长 增高 我们也可以使用甲体 所以在临床上我们有所谓的全肢肋半肢的 那全肢肋就全部都用字体热软骨 那半肢肋就是说我在鼻背的时候 我可以用一个甲体做一个高挺的鼻背 这时候看起来他没有吸收的问题 所以这个运用之间 运用的巧妙 这还是就与跟客人的沟通 还有医师的这个经验来做决定 我是高医生医师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左下方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